一顆顆裝滿怨氣的水球砸向行政院大門 爭議不斷的勞基法修法 逼得勞團不斷走上街頭 這些怒吼不僅民眾看在眼裡 也反映在賴清德的民調上頭 從原本10月過半的滿意度 到了11月跌至44.8% 不滿意度則從上任以來有增無減 11月達到32.5% 民調的起起伏伏本來都是參考 有一部分的律委 是不是對整個一粒一休的內容有意見 其實行政跟立法之間不斷的溝通 這本來就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儘管有立委出面緩加 但民眾可不這麼想 政策這麼就是搖擺不定 對他的觀感難免會比較不好 是稍微會有一些會影響到他的那個 如果他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的話 賴清德向資方靠攏 真正能夠落實一粒一休嗎 不可能 不止民眾質疑賴魁向資方靠攏 平面媒體更對民進黨69位立委做問卷發現 有一成的人反對松綁七休一 更有超過四成的立委反對縮短輪班間隔 而賴魁更是連兩天邀集所有立委進行參序溝通勞基法修法 國際的標準輪班間隔都已經進不到11個小時了 如果其他的國家有類似跟台灣類似相關的產業 他們都排得出這個11小時輪班間隔的頒表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非得要8小時不可 就怕輪班間隔縮到8小時會變成某些特定行業的常態 勞基法修法能不能順應民意也牽動民調成績 東森財經經文要領兩例台北重播動